这对夫妻从不去菜市场买肉 但他家的猪肉却源源不断 顾客上前询问他家的肉是什么肉 可老板却被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他卖的肉根本不是猪肉 而是两腿羊 这天两人回家时不小心撞到一个路人 看着倒地不起的路人 男人非但不害怕 甚至还来回压了一百遍 赶紧点赞加关注评论区 为了毁失灭迹 男人立马把他大卸八块 然后做成了美味的火腿肠 可等到次日醒来 男人就发现放在冰箱里的火腿 竟然不见了 妻子解释说刚刚把火腿卖完了 可就在男人破口大骂时 一个女顾客走进猪肉店 她说刚才买的肉太好吃了 想要再买一些回家包饺子 男人一听瞬间傻了眼 担钱送到门口 哪有不接的道理 于是他把没加工的肉 再次卖给了女顾客 等到顾客离开后 妻子也察觉出肉的味道不对 再三盘问下 男人也坦白了肉的真实深刻 起初妻子还想阻止男人的所作所为 但这时又一个顾客走了进来 声称他也想买刚才的肉 就这样他们店里特殊的肉一泡红 两人也赚得盆满钵满 没几天两百斤两腿羊 就被卖得一干二净 为了赚取更多的钞票 于是夫妻俩就开始挥刀霍霍 直接走进咖啡厅 寻找新的目标